我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因为我不漂亮 所以我比别人更要努力 别人做一件事情成功 那我要做三件事情 证明我自己 我来面试第一家 就是咱们非女莫主的栏目 我是一张白纸 我处于人生中的积累阶段 我还没有到生活那个地步 那么就是没有一定的经验 没有一定的 就是人脉 社会人脉我都没有 那么你就只能从基层做起吧 胡迪 22岁北京的人 内蒙古科技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本科 大家都好 我就是胡迪 来自于北京市长王区 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在校期间任学生会 学习部部长 辩论队队长 班里的学级委员 以及文学社编辑部部长 在校报记者团 兼职了两年的 校报编辑和记者 那么今天呢 我以我乐观持续激情的性格 来到这里 脚踏实地地希望 找到一份跟编辑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胡迪 你好 谢谢 双手 我默默那只 双手冰凉 差不多 因为刚才那块等的话 还是有点激动的 有点激动 有点紧张 稍微有点 为什么会紧张 毕竟第一次登台 之前从来没有我这样的经验 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 一点工作经验 就是白纸一张 白纸一张 但是没关系 大家上大学的时候 仔细回忆一下 学校里面活跃着一批 校报的编辑 校报的记者 都是学校里的热心人 我这么评论你对不对 差不多 积极参与 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直是班里的 一等奖位金 几年啊 连续七次 连续七次一等奖 对 四次都是一等奖 是的 而且我社会奖学金 一直是专业的一等 社会奖学金 对 因为我们学校 一共两个小年纪 一个学习 一个社会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主持人 就是说 一个人他可能在学校 担任的一些东西 职位比较多 那可能学习就要落后 我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我希望我大学四年 还是好好的过 你是不是参加过辩论队 是 辩论队 我一般都是四遍或者一遍 四遍或者一遍 四遍是做阐述的吗 对 总结成词 总结成词 一遍是做开场的吗 开篇立论 所以你其实习惯于 作为一个核心位置 不敢说吧 因为我觉得四个人都挺重要 都是团体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说自己拔头 就是那种的 我觉得对于其他三个人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胡迪 又是一个好学生的典范 能说会道 而且沟通能力强 逻辑缜密 就是编辑 是不是 对 就是找编辑的工作 文字编辑 对 文字 少康你不要把这个 限制这么窄好 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头 特别现在做电子商务这么多 对吧 任何一个企业 它都需要有编辑能力的 这样的人员 对吧 所以你不见得说 你到这些传统行业 或者是电商行业 你你就没有 就是还是需要编辑的 所以我就讲 就不要把现在 一定是一个媒体的这样一个编辑 徐总 这个编辑和你那个编辑 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毕竟它成为一个行业了 所以我想问 我想问你对编辑的理解是什么 好来 对编辑的理解啊 首先他应该是一个 很有具有洞察力的这么一个人 就他能及时发现一些资讯 掌握这个资讯 然后其次 他有一定的文字驾驭能力 他有一些 比如说自己首先会写 能写得好 然后其次文字加工 第三个就是 抗压能力 这应该是每个行业都应该具有的 第四个呢就应该是 想想啊 就是策划能力 就把这些文章选题策划做成稿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就以我在学校的经验 是这样的 因为每一个boss都提供说 大多都说有编辑这样工作 实际上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其他的公司提供 有一个编辑的这样岗位 但是编辑这个岗位是少数 还有就像我们杂志社 编辑是大数 但是呢你做的是其他的 比如说市场的助理什么之类的 你会选哪个 以编辑为主吧 以编辑为主 好 我考你就是热爱 我喜欢热爱一个行业 一直走下去 今天你来的运气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下好有两家企业 真的就有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工作 我说狭义的编辑工作 一个是时尚生活文杰证 一个是战路文化 持小规证 但是大家似乎对你表现出来了 浓厚的兴趣 第一印象做判断 12位 初次选择 选 意料之中 12个人没有人离开 天生我有财 没问过问题的人发言 小飞 首先表现一下这字写得非常的秀丽 非常好看 就是你在写的是持续激情的开朗仙人掌 对吧 这个姑娘都爱把自己形成花 对 你把自己形成仙人掌 为什么 我说一下 首先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那么别人可能用一件事情能证明自己 那我得用三件 首先我要比别人更加坚强才能证明我自己 这是我认为仙人掌的第一要素就可能要坚强 第二个因素就是说会保护自己吧 因为将来路还是自己要走的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替自己去想好 然后这是我认为的仙长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他那个抗旱能力强嘛 不用总浇着水 不用管他 也许他自然就长得非常好 好 我这样子觉得 蝴蝶啊 你是不是在关于漂亮的问题上受过什么刺激 因为刚才你罕见的少有的 从上了台到现在就没有的 你出现了语音的颤抖 颤抖是因为激动导致的 是不是因为这事曾经受过什么刺激 这一点上倒是没有受过什么刺激 就是觉得这一点上不是非常仔细 但是我给你一个答复啊 我点一下一句吧 所谓漂亮的这个 所谓漂亮的问题 第一是因人而异 第二漂亮不重要 有的女孩特漂亮 漂亮到了一看到她 我们就想敬而远之 因为我们就觉得她太漂亮 跟我没什么关系 而你属于典型的可爱型 就是看到你 我们就想上来亲近亲近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可爱比漂亮 在职场上 在职业规划上 在与人打交道上 要更加紧 因为可爱 这个美丽 可爱也是漂亮的意思 真的是 最关键的是 对 最关键的是 现在漂亮女生遍地都是 可爱的招人喜欢的女生 反倒稀缺了 对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吧 所以要自信 长得很好 尤其是把嘴里面的牙 都露出来的时候 给人很贴心的感觉 来 这样 来 一定要证明的最到位 来 把奖状抬上来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内蒙古K大学 首届记者技能才艺大赛 团体优胜奖 优秀通讯员 发了一篇主题论文 二等奖 优秀学员 这是入党技艺分子 党课 哪有比赛你都参加 哪有蒸文咱都往上上 对 是吧 这应该是一个从小就在掌声跟关注当中 讲大的一个好女孩 哪里都好 如果说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 再有一次两次的挫折 也许就更加能够适应职场的残酷了 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 学校成绩是非常好的 很有自信 但是呢 回到这一个现实的工作状态之后 我想请教的就是 你有没有思考过自己即将面临的一些挑战 有哪一些一二三能不能排个序 我就先谈一下我在后台那个感受吧 第一个真的是学历 因为好多人的学历都比我要好 我是本科 很多都是研究生 这实话是说 第二点就是 好多就是海归的 刚才我在外面也在跟他们聊 我说好多海归他们从各方面的能力 可能就要比我们没有出息的 可能要要好一些吧 然后首先这两点上就已经失败给他了 所以说我只能在这些方面去进攻 对方便有 那两个我觉得都不成立 来来来来 蝴蝶蝶 学历高只是学的时间长一点 我可以搂着你肩膀 跟你特贴心的说句话吗 蝴蝶 你呢 貌似内心强大 其实内心蛮脆弱 你经常会说出来 首先不是我比别人强 而是什么学历我步入人家 人家去过英国我没去过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你现在足够优秀 有的人习惯 习惯性的说我比别人强 而我现在请求你 以后使劲儿拧着想自己比别人强的地儿 因为现在你习惯性的会想自己比别人弱 努力加油 谢谢少高老师 谢谢您 你是不是还是挺享受高中跟大学的这种生活状态的 生活状态嘛 我觉得大家都会享受 我就是享受 如果你喜欢这个环境 并且觉得还可以继续享受这个环境 你会不会考虑考研 考研吗 我从来没 你考了吗 我没有考 我还实话说可能不太那什么 就是说我考研也是为了我更好的工作 那我现在工作 我也是为了我将来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有这三年时间 三年能给一个人带来的变化是太大了 就是我自己从大学来讲 我大一到现在 就变化给我感觉就是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所以说用这三年时间 也许你从基层做起 也许你起点真的不如别人 但是将来事情谁又说的好呢 太同意了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你说到我聊近播的心坎里 对 这个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这个我觉得你 就因为你说过校报的记者 你就把自己的编辑 你就把自己的求知意向定义在编辑 他是说的编辑方向 对对 所以我刚才想 所以我建议给你一个方向 就是往市场 大的市场方面发展 包括你的文字编辑能力 你的这个演讲能力 沟通能力 包括你的组织策划能力 都能够用上 你可以把范围放宽一点 这样吧 12位到了大家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 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到胡迪手里 选择 第二次 非你莫属的平台上 第二次出现 十二盏灯全亮 相信我说的话了 越真实的你 越能够赢得大家 对你的好感 嗯 嗯 来 听一下 十二位分别提供的职位 王刚 我们的编辑主要是跟电影打交道 偏视频为主的编辑 来 塑巴酒店 我们给你提供的是这个 市场部的文字编辑 来 邓雲 好 传播企划部的这一个文字编辑 好 Festco 对 上一个十二盏灯全亮的人的老板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 哎他干的怎么样非常好哎哨刚特别特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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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聊了过两天给你带回来啊 对 做今天的质问 叫咨询顾问 呃当开始你一定是做分析员 嗯啊就是说做人力资源咨询的这种分析员 嗯好来 58同程 这个我给你的职务是我们最核心的个门市场部的这个市场部副总裁的助理 市场部副总裁的助理 我会关注你也会让我们的市场部的副总裁来亲自带你 来文杰 因为你没有经验所以做编辑做时尚的编辑还有点难度 所以我我可能会让你去做市场助理或者是我的助理这样的一个实习机会 好 站立文化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在编辑行业里头的明珠图书编辑文字编辑的职位 好图书的文字编辑 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提供的是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市场策划主管 来咖啡之意 店长助理 你的气质和小小的领袖气质很适合为了你带领一个团队去创造一个高度 好咖啡之意 来 江蕾 自由品牌总监助理 好 百货 职位是这个文案策划可以发挥你的文字能力 好 百货 市场部的文案策划 杜奎 任重人 对我先说我是当老师的 我给你一个提醒 做编辑其实是一个错觉 因为你根本不是宅在一个房间里面去跟文字打交道的人 你是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所以我给你的职位 我觉得杜老师说的不对 真正的编辑其实不是宅在房间里的 一个真正的图书编辑 他要具备刚才在座的除我之外 11位老板所说提供工作任意一个工作职能的所有优点 他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图书策划编辑 好 谢谢小辉你太脆弱了 我是电台和报纸的这个编辑出身的 编辑和培训师一样 那个是要年纪再大一点做比较好 然后从现在项目经理呢 他是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而且都是用特别好玩的活动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去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好 来自安博人重任 我可以给他一个小建议吗 可以 胡迪因为我特别喜欢你 我觉得你身上女铁人的特质已经足够多了 我们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女铁人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你现在更需要的是去学着做一个如花的女人 让自己从仙人掌变成玫瑰 怎么样能变成玫瑰呢 去找一个好的榜样 选一下这个在座的boss里边哪一位更像玫瑰 这太露虎了 走上前去把其中的十盏灯灭掉 谢谢老师 再见 徐昭 再见 徐昭 再见 灯勇 不好意思 加油啊 嗯 不好意思 再见 小灰 再见 陈浩 行 谢谢你 谢谢美女姐 再见隐峰 嗯 我给你拥抱一下行吗 可以 好 你加油 嗯 好 你加油 嗯 谢谢你 再见 再见江磊 再见江磊 谢谢你 再见杜葵 嗯 谢谢你 嗯 现在还有五家 慎重思考 慎重思考 再见王刚 祝你祝福你 啊 谢谢你 还有两展 这姑娘这吊胃口吊了 再见沐妍 谢谢你 就这灭的朋友 啊 谢谢你 还有一盏灯要灭掉 是不是又到了 让格小菲哆嗦的时候了呢 谢谢你 再见文杰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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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格小菲独了 在最后留灯上 格小菲已经第二次 让十二盏灯全留的情况下 自己留到最后 当然我不知道现在你的选择 还要和他们聊 嗯 谈钱不上感情 就是因为你没有毕业 我现在要给你的是实习工资 实习工资呢 是一千五一个月 嗯 姚总您好 我们提供的职位就是 实习期间是三千 月情是 嗯 这个实习结束以后 正式工作六千 六千以上吧 然后我们每年是 年底是伤心 每个季度有季度的奖金 大概是这样 小菲 对 我必须要补充 嗯 因为我们实习期间 一样有收入提成 嗯 第二个 你工作入职以后 有两个人带你 在业务上 来带领你 指导你 赛总他补充了 我也补充一下 可以啊 可以 真的你别把自己 限制住了 你就应该全面发展 市场是一个 一个公司的核心部门 它是跟各方面 媒体 记者 政府部门 然后员工 市场也是公司里的一个部门 让同学自己做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吧 他即便选错了 他年轻 失败得起 好不好 他有主见 少刚 他非常有主见 同意 而且这两份都是很好的工作 对 他有自己的判断 谁都不许说话 安静 选择一个神奇的网站 开启一段神奇的职业历程 哎 好了 都推多 来了 不说了 我为什么不让他们给建议 明白我的意思 自己做回主 好不好 好 胡迪 15秒钟的思考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Fesco 还是58同城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二位 再见 说话 好 我选58同城 第一个是我之前真的就挺想进那个公司的 就是实话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对这个企业的发展和理念是非常认同 我也愿意参加做下一份设 你是一个神奇的人 谢谢 谢谢 58同城 工作开心愉快 谢谢你